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9月24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 在美国纽约召开 各国首脑云集纽约 22日首先参加了未来峰会 并通过了未来公约 中共宣称支持联合框架为主的国际体系 也一直宣传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中共党魁缺席了联合国未来峰会 抛弃了改善中国国际关系的右翼良机 其所谓参与全球之力更成了一句笑话 未来公约提到增加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各国约定加倍努力建设并维持和平 包容和公正的社会 消除冲突根源 消除宗教歧视 打击一切表现形式的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和仇拜现象等条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未来公约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 为新的可能性和机遇打开了大门 22日至今已有多国领导人轮流发表讲话 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德国总理舒尔茨 日本首相曼田文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美国总统拜登等阐述本国立场 提供国际合作建议 后续还有更多国家最高领导人讲话 有评论说 这个大会习近平不去难过 去了可能更难过 他知难而退 窝在北京 这几天应该是这位 要给世界指迷方向的皇上最难过的日子 另外借奇怪的是 这么重要的国际大会 改革议程可以说改变联合国人事构成 改善国际关系的两极难得 各国领导人都想在会议期间有所作为 一面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 一面努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向来自称要成为国际重要力量和要建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共 居然它的党魁缺席了 放弃了这次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 指派外长王毅前往引发舆论关注 外界分析 中共应该是不希望联合国扩大安全理事会 增加成员也好 扩大理事会也罢 中共本就堪忧的话语权 很可能进一步被稀释 在联合国将更难对抗美国及其盟友 另外分析认为 国际上不会拿中共党魁当回事 网易在大会期间隐喻尴尬 所做的事有限 还遇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圣川阳子 他被圣川阳子追问 9月18日日本男童在深圳遇死身亡的一些问题 并被要求确保日常安全 彻底打击毫无根据恶意和反日的社交网络贴子 包括与日本学校有关的贴子 因为这些贴子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安全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还要就刚达成的福岛核电站核废水排海计划 与日本的海鲜达成共识等事项上 与圣川阳子交换意见 还可能就中共拘留日本人 中共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等老大男问题进行回答 这些都是中共遗留的头痛话题 而且奇怪的是 中共党媒对这次探讨人类未来的走向的联合国大会 也集体失声 多部报道相关消息 可能是中共高层怕引民间猜想 中共在这个会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有时政观察人士指出 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未来公约中未被提及 未来公约很多条款是中共忌讳的 这恐怕是中共回避此次峰会话题 党魁未能前去的原因之一 比如未来公约中的行动十四提到 我们将保护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平民 确保追究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国际法所定义的最严重罪行 包括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其他暴行罪和其他严重侵害行为的责任 中共对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和香港、大陆思想一击者 四用尽邪恶手段迫害 这与未来公约相作 中共肯定是不愿接受这样条款的 但又没办法不接受 因此派外长去应付 以便有一天好反悔 另外联合国大会期间 各国首脑同时会举行多边会晤 美、日、印、澳首脑就同时举行了四方会谈 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共 这也令中共很不舒服 日、印、澳三国首脑被邀请到拜登的家乡做客 各国首脑还会借机与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接触 中共党魁若只能去纽约 再次抵达美国却仍去不了华盛顿 面子实在过不去 网友说 既然这么尴尬 习近平不去参加联合国大会 这就对了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据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一改过去长期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在与顿内茨克总统会晤时表示 白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在民生、医疗、教育等领域展开合作 外交政策急转弯引发国际关注 卢卡申科曾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最亲密的盟友 甚至在2023年6月 俄国瓦格纳军团叛变 大军开向莫斯科升100公里时 卢卡申科还打电话 劝详了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 让普京躲过一劫 但普里格金两个月之后就死于坠机事件 一般认为是受到普京报复杀害 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 原本被预测为闪电站的战事演变为持久战 俄军表现暴露出其内部问题 并且面临西方国家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 俄军不仅未能成功收复被乌克兰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 还在国际上面临孤立 对一直依赖俄罗斯支持的白俄罗斯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综合外媒报道 白俄罗斯的安全局势也日益恶化 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集结了1.4万名士兵 并部署了美制多管火箭炮和重型火炮 此外 波兰也在白波边境增加了8000名士兵 以系列军事部署让白俄罗斯处于潜在冲突的边缘 面临成为像一个正常的风险 从地理和军事角度看 白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相邻 且军事实力相对薄弱 无力应对来自北约或乌克兰的潜在攻击 即便俄罗斯介入 面对整个北约联盟的力量 白俄罗斯也难以取得优势 另外 长期的西方制裁正创了白俄罗斯经济 使其无力支撑长期战争 面对内外夹击 卢卡申科不得不采取双重策略 一方面强硬警告外部势力 另一方面释放合作信号 试图避免卷入冲突 对于俄罗斯来说 亲密盟友的转变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最近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 在一份新报告中指称 过去十年来 美中两国在大学层级的合作 使得数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被用来资助北京研发可能用于军事的关键技术 这份报告说 当美国研究人员在高超音速武器 人工智能 核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等领域 与中国同行展开合作时 美国纳税人的资金 助长了中共的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 9月23日星期一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资委员会 与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的共和党人 公布的这份多数党幕僚报告 就曾被当作成就来庆祝的 美中科研合作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提出了关键 它端促采取更强有力的保证措施 和更有力的执法措施 这两个委员会进行了历史一年的研究 议员及其政策顾问聚焦高等教育 在美中经济竞争中所起的作用 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虽然美国的大学并不从事秘密研究项目 但是他们的科研工作往往是世界最出色的 有被转为军事用途的潜在可能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资委员会主席 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 我们的联合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中共正在通过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 并通过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联合办学来推动其军事进展 美国众议院本月通过了 大约十余个与中共有关的法案 目标明显是要在科技领域与中共竞争 这些仍然有待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所寻求的内容包括 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国市场限制与中国有关的生物技术公司 并切断中共对美国计算机芯片的远程准入 星期一的这份报告指出了大约8800份发表的成果 涉及美国研究人员 他们接受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情报界的资助 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 其中许多人与中国的国防研究和工业基础有关 这份报告称 这类研究为外国对手提供了后门访问权限 而这些能力正是防御这些外国对手侵略所必须的 众议院的调查还指出 美国和中国大学联合创办的学院存在问题 报告称 这些机构隐藏向中国转移 关键美国技术和专程的复杂体系 报告称 通过这些机构 美国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工作者 包括那些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人 前往中国与中共学者共事 为他们提供建议并培训中国学生 报告说 这为他们向中共转移研究专程 创造了一条直接的输送管道 佐治亚理工学院因其在中国设立的 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而被这份报告点名 因此 佐治亚理工学院9月6日宣布 将停止参与和天津大学 以及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市政府联合创办的这座学院 这份国会报告还点名了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 该学院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和中国清华大学2015年在深圳成立 根据该学院的网站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侧重战略性新兴产业 伯克利大学负责研究事务的副校长 凯瑟琳·耶利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经过几个月前开始的慎重考虑 这所美国大学已决定写动放弃一切所有权的程序 他说 伯克利非常重视对研究安全的关系 包括国会表达的关系 匹斯堡大学因其与四川大学的合作 也被这份报告点名 这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 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因为该校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被咨询过 也没有与该众议院特赦委员会合作过 近期 中文社媒上广传解放军 在巴西军演中大胜美军的短视频 称美军在模拟对战中折损47人 解放军则是临伤亡 经查 美国国防部在军演前就表明 中美两国军队将不会在军演中碰头 美国海军陆战队南方司令部也表示 此次参加军演的并非海豹突击队 且军演过程位于解放军互动 演习内容也不涉及模拟部队对抗 抖音上的短视频传播的是错误的资讯 根据深度分析 真相其实是这样的 巴西于9月11日起展开为期三天的 福尔摩沙行动军事演习 中共海军陆战队与美军皆参与其中 军演结束后 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一系列短视频和文图消息 称中共蛟龙突击队在军演中大胜美国海豹突击队 发布者称 美国海豹突击队那可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代名词 竟然在这场军演中损失惨重 被判定死亡47人 7人重伤 还有19人轻伤 而我们中国的蛟龙突击队却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未损一兵一卒 仅仅损失了几条机器构 不过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发现 中共官媒并未对此有进一步报道 包括中共国防部以及人民网 新华社等 对于这次军演消息的发布 皆只停留在9月5日前后 除了宣布参与福尔摩杀行动外 并未通报有关军演的细节以及结果 路透社在军演前引用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软的说法 美国和中共军队不会在巴西的福尔摩杀行动演习中 一起训练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进一步询问 负责此次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南风司令部 新闻联络人威测尔氏官长回复称 此次参与演习的美军为一支分浅队 来自陆战第4024团第一营 以及第三海空火力协调联 共约60名官兵参演 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海报突击队没有参与 另外 他解释称 美军与解放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进行直接的训练互动 美军进行的训练仅是与巴西海军陆战队的双边训练 主要是小型武器实弹射击范围内的演练 没有任何实际或模拟部队对抗的演习 基于此 针对中文社媒平台上传播的美军伤亡数量 威刺尔表示 该说法不准确且毫无根据 他还告诉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 这次军演并没有伤亡判定 俄罗斯·嘎鲁七个重要的弹药库 最近有三个连续遭到乌均无人机的攻击发生大爆炸 乌鲁偏逢连夜雨 俄罗斯最近在阿尔汉哥尔斯克州普叶谢茨克发射试验场 进行了一次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 但发射失败 发射井不但被炸出了一个62米的巨坑 周边设施也损毁严重 《华盛顿邮报》9月23日引述武器专加成 上周六 罗罗斯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失败 周六拍摄的MAXA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克恒天发射场的发射井 出现一个约200英尺宽的弹坑 周围区域遭到严重破坏 本月早些时候拍摄的图像显示 发射井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破坏 战争研究所分析师乔治·巴罗斯在X上写道 发射井处可见约62米宽的一个大弹坑 发射台内外可见大面积损坏 这表明导弹在点火或发射后不久就爆炸了 他认为我们不能低估这次发射失败对信息战的重要性 这是俄罗斯战略武器系统的失败 但也是乌克兰的信息胜利 武器专家和开源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萨尔玛特导弹是在发射过程中失败 还是在加油过程中发生事故 负责俄罗斯核力量项目的日内瓦分析师帕维尔·波德维格 在分析图片的博客文章中写道 种种迹象表明 原定于2024年9月19日至23日进行的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以失败告证 他并指出 破坏性质表明导弹是在发射井内爆炸的 萨尔玛特导弹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议员们曾用它来威胁西方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RS-28萨尔玛特导弹 描述为强大的武器 并声称该系统几乎没有射程限制 能够攻击北极和南极的目标 据墙内军事专栏第一军情分析 俄罗斯军事装备发生问题是必然的事情 乌俄战争已超过两年 而俄罗斯没有足够经济实力 长时间支撑庞大的军事体系 自从冲突爆发后 俄军主要资源就向战场倾斜 一些兵种得到的军费 自然就会进行相应的压缩 在没有足够军费的情况下 装备保养状态就会下滑 出事自然只是时间问题 这对俄罗斯来说将会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本土频繁遇袭 将会让特别军事行动的胜利成果大打折扣 尤其是俄罗斯以安全名义发动军事行动 结果越打越不安全 不仅丢了面子 连里子都不一定能绑住 9月24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近期将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流动性1万亿元人民币 年底前还可能会择机再降0.25到0.5个百分点 同时降低央行政策利率 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降低0.2个百分点 潘工胜宣布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 从目前的1.7%降为1.5% 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 保持商业银行禁息差稳定 潘工胜称 预计本次降息将带动MLF下调0.3个百分点 预计ALPR的存款利率也将随之下行0.2至0.25个百分点 对银行禁息差总体保持中性 潘工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还宣布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房贷利率附近 预计平均降幅在0.5个百分点左右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将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 有25%下调至15% 对此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为表示 当前存量房贷平均利率大约在3.92% 此次降低50个基点 如以商贷额度100万元人民币 贷款30年还款方式计算 每月月共减少大约280元人民币 30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共10万元人民币 潘工胜表示 对于房贷利率调整 银行需要一定时间进行技术准备 后续将完善商业银行的按揭贷款机制 银行和客户双方基于是市场化原则 自主协商进行动态调整 财经评论人老蛮指出两点 第一 央行即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也就是央行要明确执行大放水模式了 第二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并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预计存量房贷利率平均降幅会达到0.5% 首付比例下降至15% 这也是政府对于拉动房地产市场的终极大招了 也就是说 中共政府现在的逻辑是 通过银行大放水来拉动房地产市场 大放水只能带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暴涨 房地产和股票这类资产价格还会继续暴跌 知道滞胀这个词吗 现在就是滞胀 法媒9月24日报道 阿根廷总统米莱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关系紧张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法院相继向对方总统发出逮捕令 报道指 委内瑞拉率先向米莱发出逮捕令 指控其窃取一架因涉嫌违反制裁 而被布宜诺斯艾利斯扣押的委内瑞拉飞机 阿根廷法院在数小时后怀疑颜色下令以违反人道罪逮捕马杜罗和其数十名幕僚 据报道 阿根廷法院也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他们发出红色通缉令 报道指 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法院指控委内瑞拉政府高层筹划绑架和虐待本国公民 法院引用普遍管辖权原则 这项原则允许各国起诉某些严重罪行 不论事发地在核数 委内瑞拉与阿根廷过往多次发生外交冲突 2023年12月就任的阿根廷总统的米莱 经常批评马杜罗管制下的社会主义 阿根廷政府是数十个不承认马杜罗赢得2024年7月28日总统大选的国家之一 委内瑞拉在总统大选后与七个拉丁本州国家断交 阿根廷是其中之一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